將軍開獎 好大大 今天要拗將軍大 來當一日小黃司機 剛剛有人聽成是小黃 小黃 我沒有 一日小黃 多還好嗎 這一季 小黃 小黃 不是小黃 好 我們今天要得出來感受一下 這麼熱的天氣 我們熱情愛車的心 還有我們的左腳也要出來運動 所以我們今天要開手排車 我很久沒開手排車了 我剛剛疑問嚇一跳幾年 十年有 我竟然還上了你的字 我從971的記憶兔之後就沒有了 真的喔 十年了 所以今天是要讓你跟初戀再次的遇在一起 因為當年數十年前考驕照的時候就是手排 我們那時候考驕照唯一能考的就是 就只能手排 所以你已經十年沒有開 等一下我們出去感受 倒是有一件事情 我一定要幫我們的觀眾朋友問一下 因為之前我有聽將軍大說 阿有牛了 然後有那麼多熱血車了 然後也有入府了 所以暫時沒有考慮要買的 GT2 RS 買了 這老消息了好不好 一年多前暫時沒有要買的GT2 RS 他說買了 買了又怎樣 又買了開了怎麼樣啊 結果聽說牛就晾在家裡 每天都哇喔 喔 牛大概很久沒開了 為什麼 你當時那個聲音說 我愛Performante耶 兩台都好車啦 但是問題是 保持捷出門當日常用車的話 還是會比較方便一點 喔 是這樣喔 不是把它當著真正的日常用車 就是你現在覺得開Pulsa的GT2 RS出去 會比較俐落一點 會比較俐落一點 對對對 你會覺得俐落 GT2 RS雖然很戰鬥 應該說它的戰鬥程度 絕對不亞於小牛 Performante 可是可能是因為它的整個的設定上面 還有車身大小的關係 它的周期也比較短之類的 所以你會覺得它開起來比較俐落 喔 是插在這個地方 對對對 然後它的整個視野啊 什麼之類的 你就會覺得比較方便 所以開車出門的時候呢 你會覺得說在這裡是比較方便 那開小牛出門是瀟灑 可是問題再怎麼講喔 我就覺得它那個視野 有些地方真的是比較不方便 喔 會喔 是這樣的一個感受在 那家裡那台LUF呢 LUF我朋友接手了 喔 真的喔 對啊 它是我很好的朋友 才會願意割愛 對 主要因為也是家裡的車庫放不下 放不下 真的放不下 真的 那你有下一階段要買的車嗎 應該就是 Alfa Romeo那一台的GT-M GT-M觀眾朋友 那一台車不要想說 就是一台Alfa Romeo而已嘛 那一台車也不過就破了一千萬 這可以講嗎 我跟你講我跟你講 我跟很多人講說 我心裡頭很想要買那台車 然後它的價格大概是 在一千一上下的時候 一千一上下 每個人都會神經病 因為你買Alfa耶 因為那是Alfa 對 我覺得很多地方都會覺得說 這個價格買Alfa這樣子 是合情合理的嗎 很多人都有這個問號啦 一千一百萬買Alfa 你有選配了一些特殊的東西嗎 應該這麼講可能沒有 就要一千多萬了 對 你瘋了嗎 現在也還沒得夠啦 按照那個所謂的自行人士在講 就是說這個車子 它是絕對拿到配額嘛 因為它是配額嘛 它就是GT-M500 然後GT-A沒有小M的那一台 GT-A 大概500這樣子 他說他絕對拿到GT-M的 他可以拿到兩到三台配額嘛 哇 那目前我看起來好像也不太需要勾啦 你知道嗎 因為賽車童椅啊 多點試安全帶啦 插防滾龍 那都是標準配備啊 都有了 對啊 你確定你拿到了 不會又癢癢的 手癢要把它調整 我覺得那台車應該沒什麼好改的啦 真的喔 一千一百萬 什麼時候交車 按照自行人士講的話 開箱 開箱 應該是明年的7月 真的假的 才會從義大利出港 所以可能到明年底了 對 我覺得還要驗證證驗證幹嘛 大概應該是 沒那麼快 對 到時候期待開箱 一千一百多萬的阿法 有某人說不改 某人在隔一年問或許又該 他原廠的排氣管就蝎子管了 你還要改什麼啦 真的喔 真的啊 沒什麼好改的啊 好好好 我們就幫大家見證 你頂多是抓 加裝改了一下 一個所謂的賽車金屬處 沒這樣子而已嘛 其他的真的沒什麼好改的 對 因為之前跟將軍大家問 人的境界是會改變的 進界雖然一樣高 但是你可能會因為心境不同 所以選項也不一樣 對 就像你當初不買GT2 RS 最後現在通勤代不一樣為主 今天要來看這一台 你會不會覺得有點不滿意 因為我們找的是 7、8K們的GT4 不會啊 你有GT2 RS開GT4 會不會有點感覺 Level落差很大 我覺得還是能接受 真的喔 車子要是因地、因人 然後因時間、空間去選擇 什麼樣的車子做適合 你不能說因為你的Level永遠是在 我買了Bugatti 就好像有人說我永遠要掛在那個 我覺得沒有這個道理啦 真的 今天你不想開車 你要坐計程車 難道你有權利選擇說 我今天想起這賓式的計程車嗎 還是Bugatti的計程車 不可能嘛 我覺得每個人必須要 按照我剛才所講的去 去做一個選擇台 人生階段也不一樣 那我覺得像這種車子 它有它的樂趣在 真的喔 有它的樂趣在啊 你看你看GT4很熱血 GT4還是很熱血 對 可是原廠不出手排啊 喔 你開不到手排 對 那如果說你的預算沒有像 可以開GT4 RS的這個預算 那我覺得GT4也不錯啊 喔 為了手排 對對對 試車我會試手排 買車我不會買手排 為什麼 我跟童哥不一樣 為什麼 童哥就是手排就買啊 沒有我講句實話 如果今天假設 我開車沒有童車 秒速這麼快啊 我要先講好哈 童哥得罪了啦 可是如果假設 我今天開的速度技巧 是跟童哥是同類型的 我開PDK他開手排 我就因為比他快啊 我知道有差別 再怎麼樣人贏不過電腦 不可能嘛 而且我說實在話 童哥比我還年輕耶 他還可以熱血耶 是 我年紀大了我幹嘛那麼熱血啊 你資格要把這話題挑出來 對不對 童哥很年輕喔 童哥年輕喔 我會覺得說開PDK 就是符合這個時代的需求 而且我也還可以有開手排的樂趣 但是我左腳可以輕鬆很多 所以我個人還是會選擇PDK 對這就是為什麼你最後買的是GT2 RS 但是我認為原廠不會放棄手排 是因為一定手排會有它的忠實擁護者 對 我們剛剛不是討論這個問題嗎 對 我可以再重力強調一次 我覺得開手排現在已經不是說 你開的手排速度到底有多快的問題 而是開手排是一個熱血 一個所謂的那個Fu的感覺 你知道嗎 一個左腳不要閒著的感覺 對 然後證明就是說 我還會開手排 老司機 對 好啦 我們先來看這台GT4 外型來看就是這台718 大家可能不知道監運大 以前有一台718對不對 現在還在 現在還在 還在 家裡還在 但是你們家的就是PDK的 我們家PDK它是718就S嘛 就是四缸渦輪車 那我們今天這台GT4 它因為是手排就是當然不一樣 那長相呢也沒什麼好評價 長相來講 718是敞篷的 這台是硬頂嘛 那硬頂俗稱叫鱷魚嘛 小鱷魚嘛 那我覺得應該是說 以車頭來講 跟尾巴來講幾乎非常差別 對 大概都是一個硬頂 對 所以以外貌來講 就跟原本的沒有什麼 讓你特別有Fu的 對 但這一台的黃色 我跟你講 不用花錢加價 就直接是黃了 這件事情 就我這麼不停的倒行的人來講 這是加分的 我覺得黃色其實在寶石街的車系裡面 黃色是滿適合寶石街的 對 997的Turbo 那時候呢 Turbo 我也是買黃色的 對 所以我覺得黃色其實寶石街是滿亮眼的 滿好看的 滿好看的 我個人是滿喜歡的 對不對 對 不然寶石街的特殊車十幾萬都有啊 但是它有選卡錢好像 陶石灑車在GT4上面是要選配的 要不然 一般就是現有就是它的 就是儲身的鐵盤 對 不過我會覺得買這台車 有在賽道狂呸的人 他們還是會選擇鐵盤 真的嗎 因為有人會覺得陶石灑車 踩著過熱啊 有時候可能會崩潰 你知道嗎 有這個問題 有有有 到目前為止還是有人有遇到過這個問題 但是坦白說 像早期的法拉利599 就有這個問題存在 對 但是如果說像現在寶石街的陶石灑車的話 我的印象中好像是沒有發生過這個問題 對 但是如果你要到賽道競技的話 基本上原本的標配的鐵盤 可能在競技行 我覺得還是不夠用喔 他們所謂買鐵盤的話 他是因為上賽道 他還是會去改更好的鐵盤 他並不是用原廠的鐵盤 我可以把這件事情啦 如果說原廠的鐵盤跟原廠的陶石煞車 都不讓你改 都不允許你改 然後你就上賽道的話 當然還是陶石煞車強啊 一定的啦 對 但是你問我個人說 假設我買這台車 那你問我要不要選陶石煞車 保證我一定選陶石煞車的 你是會選的 我是絕對陶石煞車派的 原因啊 原因 我又沒有要標命 我幹嘛 沒有要上賽道喔 你也陶石煞車在日常使用的話 應該是這麼講好了 以我的level來講 我即使上賽道 其實陶石煞車對我來講也夠用 所以你覺得陶石煞車這個選配 如果是你你會選 我會選陶石煞車 對 我覺得保持起來現在煞車很困難 沒辦法 完全沒辦法 像我們那種 跟他買那麼多車子的VIP來講的話 也頂多是1%而已 蛤 1% 不用懷疑 所以下次不要再找說 將軍你有沒有幫我去 攤個價格 沒有用 有啊有差1% 1% 1%沒有用啦 我覺得1%沒有什麼用啦 因為他心裡開心啊對不對 對 對 對這空間很小 說實在的真的保持也沒有聽過 有在打折的 對 小把酒沒看過 頂多就服務給你多一點點 好這是我們今天看到這台車 然後大家有什麼樣想知道的訊息 可以留言讓我們知道 因為接下來 將軍大就化身我的小黃一日司機 而且今天你要開好開滿 你知道嗎 因為這台是手排 我們沒有人可以幫你把車運回去 我剛剛有點昏打 因為我說 等一下有沒有人可以開回去 怎麼沒有人 你知道他公務繁忙 他說等一下我試完車你們車開回去 我說 將軍大我 不好意思小妹我 不會踩離合去 我不會開手吧 我練一下我練一下 算是幫你服務 沒問題 你們家也沒手完 好啦 那我們就出發囉 走 那個我不會去改啦 那我買我不會去改 你看我終於熄火了 這台車我覺得它唯一的想學點 它沒有台車可以選 我要幫它說句實話啦 就是 它很容易讓你有適應點啦 沒有 其實我玩車的哲學是假的 賽車統心座椅 充滿戰鬥氛圍 它有選配這個滅火器 我們應該用不到 用不到 沒有那麼差 其實這段還是也有 但是我都把它拿起來 是喔 因為放在那邊其實乘客不好做 是啊 還好 好 那我們來感受一下囉 將軍搭GT4 有沒有 很久沒有跟手排女友初戀 見上一面 敬請享受 等一下來分享一下感覺 沒有問題 殺得很耶 欸如何 不錯啦 滿好玩的啊 好玩 對啊 我覺得起步非常非常有力 我覺得起步非常非常有力 將軍搭GT4 常常在我們節目上面 表情不小心露線 所以今天 今天戴墨鏡 怕到殺氣被拍到 420匹馬很快的耶 不錯 滿好玩的啊 很快的喔 我覺得好像 加速有力 起步有力 然後你在彎的時候 我覺得它也是有那種 這樣子的甩的感覺 可是它是很順的 因為它扭力是420 牛頓幣 這很夠用啦 我剛剛這樣開我覺得其實 有熱血精神來開的話 雖然這山路應該是滿好玩的 嗯 對 哇 那你找到山路了 救人喔 欸 我覺得它山路的設定上面 很中性 嗯 對啊 這只有中性兩個字喔 我覺得中性很簡單 已經算不簡單了 不簡單咧 我覺得今天的技術是手牌喔 嗯 都做得比以前 輕鬆好多 真的喔 真的 以前我們那年輕的時候 在開930那個 那個年代啊 911那個年代啊 嗯 我會覺得說 哇那 光是開一個手牌車 因為那時候 怎麼講 手牌是等於是一個 幾乎是唯一的 一個標準美貝 嗯 對啊 開的時候你會覺得說 如果說 到了這種過彎的時候 哇你手忙腳亂的 真的會很辛苦 會喔 對 但是我覺得它會自動幫你退 最長補油門 都覺得是 輕鬆太多了 真的 不用再去想說漏掉什麼了 對對真的不用去想太多 真的 只是說你要示意一下 對 離合器跟休息踏板 有個高低差 沒有錯 油門跟煞車有個高低差 對沒有錯 那種適應的挺好的啊 可以買一台啊 哈哈 你不買手牌的 可是你跟初戀的手牌 女友見上 你不覺得 那種初戀的感覺還是挺好的 我的天啊 我拔頭 你咧 哈哈哈 嗨各位跨界小贏家們 看我影片別忘了幫我們按個喜歡 留言 寫下你想看到的車款 並且把我們影片分享給所有 你喜歡車子的朋友 記得按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隨時接收到 我們的最新資訊囉 更多車款的開箱評比市價 通通都在這裡 讓我們一起變成 WinWin跨界大贏家吧